早安 最近天氣很一般 最適合留在家裡 順便打掃一下負面情緒 平時習慣下雨時 都會開著抽濕機 床單皮泡乾爽一點 人都會沒那麼累 一會兒 最近開多了冷氣 是時候清洗一下夾塵網了 如果不是呼吸都是霉菌 對身體也不太好 其實一早都對這個吃飯桌的擺放不太滿意了 因為這張桌子是舊的工作室那裡搬來的 所以一早就訂好了新的傢俬 準備打造一個奶油風的咖啡角落 順便一路做早餐一路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有看到我最近泰國VLOG的朋友 都知道我飛之前的一晚情緒都比較低落 我也收到很多DM 原來有很多朋友都面對著不同的煩惱 而且都會突然之間好像很悲哀 沒什麼目標 那我先說一些我的煩惱 我的性格是會比較內向一些 然後朋友方面都不是很多 可能大家在鏡頭面前看到的我 是比較外向的 所以很多朋友都很驚訝我是一個內向的人 可能自己的性格本身都是偏向沒什麼自信 自己很容易否定自己 又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而之前的創業一開始 也是抱著嘗試的心態去踏出第一步 但是慢慢做久了 又會覺得很沒有信心 想事情很消極 為什麼一個生意會這麼差呢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 Youtuber去搞一個生意一定會好 怎麼會差 當然會遇上創業的瓶頸位 我那時候也會跟身邊的朋友去分享我的煩惱 覺得沒什麼目標又不知道怎麼做 又會覺得別人做得很好 是不是自己不夠勤力呢 可能又跟了一些比較消極的朋友分享 就會令我更加消極 但是如果你嘗試跟多些積極的朋友去聊天 心態也會有些改變 心態其實是可以改變一切的 與其你不斷抱怨 就不如去想方法去改變 因為人經常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很容易去怨天猶人 覺得為什麼別人擁有的東西會這麼多呢 又很羨慕別人的生活 但是自己遇到困難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會想怎樣去逃避好 但是其實解決的方法就是 改變自己身上的缺點 煮好了鮮茄大蝦意粉 不如說說我在泰國回來之後的改變吧 其實我在泰國回來已經一個月了 而且我覺得自己想的心態上又再不同了 因為那時候我有很多東西需要處理 有大部分的原因都是關於我店裡的事 很多客人都知道我店裡收費會比較便宜 優惠真的很划 但是我們現在是有限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人都可能加入不了 甚至乎加入了都未必會這麼快預約得到 自己或者我身邊的朋友都未必可以立刻做 所以我就決定了提早去開這個分店 其實很正常一般是裝修一個地方 可能會沿用上一手的燈 那些地下或者是牆身 輕輕油油油就可以裝你的東西進去 可能你快側兩個星期就已經完成了 但是我足足用了兩至三個月 很多東西都要訂 接著疫情的關係又要訂慢了 基本上我全店裡的一盞射燈 要買多少Word 是多少K 食溫 角度是24度 15度 36度 每盞燈的距離要多少 雖然你看到尖沙咀的油油是我油的 那我這次是要再深入一點去鑽研 這個油究竟要怎樣做到這個效果 那連油漆的顏色也是反覆打扮了五六七八次 它是好像一些泥的東西 那你上了一層又要讓它乾 然後又要上粉去營造一個 粒粒粒的感覺 所以這次是由定位風格各方面都跟尖沙咀是不同的 尖沙咀是會比較光亮的 你會看到整間店都好像很有正能量 是為你注入一些新希望 都很開心可以表達到這個訊息給大家 而這次的銅鑼灣店 你會看到是跟尖沙咀是兩回事 這次是暗黑很多 有一點像去了泰國做spa 很放鬆的人 有一點點眼睡 但本身我收到這個單位的時候 它是很光亮的 我就是要封所有燈 然後又要平衡 究竟會不會太暗呢 因為始終我們也是一個皮膚管理中心 那個治療師是要看到客人的皮膚狀況 又不可以太黑暗 也麻煩了很多同事要幫我 不斷溝通去表達我又要改了 那時候我訂好了方位之後 我就發覺原來比一般裝修是貴三至四倍 因為我那些叫做少少藝術的長 價錢也是比一般人七貴四至五倍 所以這次用的人力物力 資源 時間 金錢 都是比上一間貴很多 投資越來越大 但我覺得做完一件事 很開心的 很漂亮的 好像看到 哇 我也覺得很值 因為我實在太想在香港 有一個屬於自己的 很放鬆 或者是有一點點去旅行 泰國動假 做SPA的感覺 的一個皮膚管理中心 加上大家可以上來養生 暖工 所以最後我也是堅持了我的決定 而第二個壓力的來源 就是因為之前疫情 實在是停業了四個月 又減了我的收入 還有我要繼續有基本的支出 你抱了話 工資 單是銅鑼灣店最少抽位數字 那段疫情的期間 我的同事都不會上班 他們家人也可能會有機會上班 又會有機會染疫 也有部份的同事中了 然後我又很擔心 然後又不太知道怎樣做 講完香港的部份 可能我有一些產品都是在台灣 和韓國去生產的 他們那邊都是放得很厲害 差不多全部工廠都是停飯 因為你一個中招 你的產品都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很多朋友都會 訂了一些產品都要等到無聊期 他們雖然不要吹我 你們真的很好 但是我自己給了我的壓力 就是我給了這個承諾 可能這一段期間會給你 那我就很想要跟回我自己說過的東西 這個是我自己會給自己的一個壓力 可以說不是我控制 但是我又會把這個責任都揹在自己身上 所以就變了自己會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其實不是單是一件事 是有很多小小的事件 然後就一次過爆發出來 那時候我是真的超級低落 覺得好像有些人生沒有希望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超級不知怎麼辦 當然我也有問到最主要幫我手做事的幾個同事 如果我這幾天走了你們還可以嗎 那我也會跟他們溝通 而且還在買裝修上的物料 我是不可以完全什麼都不做放假的 因為始終我是老闆 所以最重要就是不開心心 是要抒發出來 找人聊 做一些自己開心的事 讓自己放肆一下 或者貴一點點的食餐 好的 或者跟朋友去海邊 那其實個人已經是很開心 所以大家不要看丁丁好像很開心 其實丁丁也會有一面是這樣的 但我也不算和大家分享 我也是一個正常人 對不對 三室 你永遠都在一起 去找一個咪尾燈 哪些咪尾燈 我已經很不容易 還有一個咪尾燈 不是一起玩 太咪尾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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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